甚至被人家拿出來批評 而且人家只是用一個 外交部的發言人 就可以批評你一個 中華民國選出來的總統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 很讓人家羞愧的事 不過我要講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這件事 是台灣現在越來越被孤立 你剛剛提到AIT AIT它開宗民意 它就對外就講 它是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的 它是反對台獨的 所以你今天做這些事情 美國人會支持你嗎 你看台商在大陸投資賺多少錢 大家都希望能夠賺錢 經濟好 生活好 我覺得民進黨一直要阻斷的原因 就是因為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這樣的事情發生 它態度就搞不下去了 大家講美國經濟大摔它要來了 在所謂的中東外交 在俄羅戰爭的處理 在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 中東所有的民族團結起來 國家團結起來 對抗以色列跟美國 跟非洲 現在要跟中國站在一起 共同的來開發 對抗美國 對美國來講是 美國是現在的狀況是最糟的狀況 我覺得美國現在做的東西 就是指導火的動作 更笨的是賴清德 全民進黨 你跟著美國去幹嘛 現在美國已經快沉了 你跟它一起沉啊 美國叫你再去做那個犧牲者 馬前卒 去跟大陸去挑釁 你傻了 你傻了 我覺得真是夠傻 我看了賴清德講的話之後呢 我就開始去找一些所有相關的新聞 但是我沒有找用中文的新聞 我怕會被誤導 所以我就上Google 去看英文 是 我看到那個 俄國的外交部那個發言人講的話 我先講第一個 賴清德在就職演說之後呢 其實俄國發言人也有批評過賴清德 也有批評過他 也有批評過他 我不曉得賴清德是不是因為忌恨這件事 我乾脆來挑撥一下俄中關係好 那接下來就是賴清德後來講的這些話之後呢 中國大陸沒講話 對 反而是俄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出來說 是 他形容賴清德是什麼 是被邊緣化的政治人物 後面還加了一句話 他是沉迷於復仇主義 叫Reventist 說他是復仇主義 執迷在復仇主義裡面 然後接下來他又重複了 當時在批評賴清德 就職演說同樣的一句話 不要受到美國跟歐洲的挑撥 這句話重複講 然後後面又講了一句話也是重複講的 台灣都沒有敢報導 他說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而且他會支持中國 對台灣所有的宣誓 是你想兩次講話都是一樣的 但台灣有沒有講 台灣沒有講這個話 更重要的就是說 賴清德所講的話 跟所有的歷史的事實不相符 我也是去找找國外的英文版 去看到底中二邊界的問題 怎麼解決 其實在在共產黨拿到拿過大陸之後呢 他跟俄國是到處都發生衝突的 是 邊界戰爭到處打 在那個時候 從東邊打到西邊到處打 還發生了中共去攻擊俄國的珍寶島事件 軍事的去攻擊 所以你要講說他沒有發生衝突 那是不對的 那這個衝突之後總要談嘛 那談是誰才談你知道嗎 江澤民跟葉爾卿 第一次是江澤民跟葉爾卿 所以這俄國的外交部發言也在講 他說這個中國邊界的問題 領土的問題已經在2004年已經解決了 是 他講的就是葉爾卿 當時到了北京 然後跟江澤民簽了邊界的協議 所以邊界的問題第一次獲得解決 也就不會有軍事衝突 第二次是什麼時候 就是普丁最近跟習近平見面 對 見面了之後是李肇星啊 跟俄國的外長啊 拉夫羅夫 他們來簽的 又重新去簽了 幾千公里 大概四千三百公里的邊界 確定 又去確定 然後接下來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中國大陸在最近 又去拿了他叫Yussure Island 就是烏蘇里江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戰略的一個島 這個島已經化入中國的領土 化入中國的領土 然後接下來最近不是大家聽到說 中國人跟俄國人 俄國人邀請中國人一起去開發西伯利亞 是 那這片土地幾乎是沒有什麼人的 但是屬於俄國的 但是他說我們一起來開發 對 還有一個我們以前過去不是講一個 外滿洲 內滿洲嗎 不是領土正義都在這 現在俄國人也講說外滿洲 你中國人來 所以中國的軍隊現在已進入到外滿洲 對 那如果從這些歷史去看 其實這些指控沒有意義嘛 對 至於說有沒有全廢火車 我倒是沒有看到這四個字啦 但是我是覺得在這種階段裡面 你去做一個挑撥的事 甚至你去對歷史的不夠瞭解 造成國際上的大笑話 甚至被人家拿出來批評 而且人家只是用一個 外交部的發言人就可以批評你一個 中華民國選出來的總統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 很讓人家羞愧的事 不過我要講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這件事 是臺灣現在越來越被孤立 對 你剛剛提到AIT AIT他開中民意 他就對外就講 他是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的 沒錯 他是反對臺獨的 是 所以你今天做這些事情 美國人會支持你嗎 尤其現在美國要總統大選 全世界碰到這麼多的問題 他絕對不會去跟中國去挑戰 他過去就支持的一個中國的政策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民進黨 真的不要 我覺得不是全廢火車了 因為這根本沒有資格去叫火車了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就是前面以前人也講過 不要拖面自乾 自取其辱 我一直覺得民進黨現在越來越怕大陸 我也不曉得怕什麼 我也覺得不是說 因為大陸想要去攻打臺灣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怕的是 臺灣老百姓了解到大陸 他的進步太多 了解到民進黨 現在在臺灣做的事情是 退步得太嚴重 我要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因為我最近常常到大陸去 那大陸很多人講 我們很想到臺灣去走走 臺灣很多夜市很好 臺灣很多地方很好 臺灣的人都很溫暖 但是他說我們為什麼去不了 他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為什麼去不了 對 第二個就是大陸的學界的朋友 他講說我們這裡有這麼多的計畫 我們這裡有這麼多的事情 想要交流的 想要分享的 我想到臺灣 跟臺灣的這些學者 大家一起來分享交流 我一直覺得 民進黨今天是越來越膽小 越來越沒有信心 大陸現在是越來越有信心 你看他奧運的比賽拿金牌 你看他科技的進步 經濟的進步 他在全世界 不管在中東在非洲 在中奈美洲 他的他的進展 他一帶一路的成功 但你看發覺到臺灣現在越走越小 臺灣走不出去了 載化了 載化了 更重要的是說 臺灣拿什麼跟大陸去比 我現在剛剛在講 現在臺灣到底拿什麼跟大陸比嗎 你說你的你的科技比較發達嗎 你絕對比不上 你說你的外交你就更別提了 你說你的運動也不要提了 你過去我們臺灣很驕傲的是什麼 是臺灣人的這個臺灣人的理義道德 臺灣人的那種世界大同理想 臺灣人的情分 臺灣人的這種中國人的美德 現在也沒有啦 你到大陸去看 大陸常常都有很多標語 你要孝順父母 你要禮義廉恥 你要做一個公平正義的人 他到處都是標語到處到人家都要學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民進黨其實真的不敢開大門 這是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你要講統戰 你如果好大陸統戰你什麼 你再講水果好 其實大陸很清楚 這是你的軟肋 如果臺灣的農產品 都能夠順利的銷到大陸去 你民進黨還去罵大陸什麼 就跟今天歐盟限制大陸的電動車到歐盟去 對不對 要加稅對不對 大陸現在出了一招 你所有的農畜產品 尤其是你的乳製的產品 我限制你進口 我給你加稅 這些農民的生活過不下去了 就會起來反對他政府的政策 對不對 今天大陸只是開了一個小門 我只是告訴你 我過去給你的讓利 讓你臺灣所有的經濟能夠發展 貿易能夠跟大陸這麼好 那這是我過去對大陸同胞 對臺灣同胞 我現在講的第二個論點就是說 你看這個事情 你要從臺灣同胞 跟大陸同胞的角度來看 因為現在大陸 所有的大陸同胞 都很關心臺灣的問題 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看臺灣的事情 你認為你在臺灣做的事情 你做錯的事情他不知道嗎 他全部都知道 對 那今天大陸為什麼對臺灣 還是要去說我要對你開放 我要開放交流 我要對你好 原因很簡單 因為如果說臺灣真的搞了台獨 大陸同胞會要大陸的高層 說你一定要打臺灣的 我覺得大陸高層不想打臺灣 你不要認為說 賴靖德講的大陸一天到晚 要想我這片土地 我告訴你這片土地 從有史以來就是中國人的土地 是 這是你賴靖德 如果你們民進黨敢講說 我今天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獨 我是跟美國人一樣的人 好 我告訴你 你就給大陸人民 要求大陸的軍事 大陸的政府 要攻打臺灣那個正當的理由 所以我覺得賴靖德是在玩火 最重要我還是要講一點 你要看兩岸的同胞 大家是不是希望往來 大家都有血緣關係 大家都有文化的親密度 大家經濟的合作 你看台商在大陸投資賺多少錢 大家都希望能夠賺錢 經濟好 生活好 我覺得民進黨一直要阻斷的原因 就是因為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他態度就搞不下去了 這幾年 美中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 就是美國在消 中國在漲 對 有這樣的趨勢 這是非常非常明顯 我要講的是方方面面 不只是軍事 科技的競爭 外太空 太空衛星 包括所謂的 甚至包括環保減碳 包括人才的培育教育 方方面面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中國大陸已經在全世界 建立他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 非常非常多 那美國開始在這個地方 接接敗退 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又面臨到總統大選 對 實際上現在開的會議幾乎是沒有用的 因為拜登要下台 是 你現在決定的事情 下任總統不會認賬 不會買賬 所以這些會議 在我看來 是美國需要中國來參與 是 中國是不想要參與 為什麼 你過去一直在罵我 抹黑我 打擊我 方方面面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要跟你談 甚至我認為最近的這些談判 主要都是希望中國能夠在中東的問題 尾巴的問題 俄烏的問題 甚至在南海的問題 臺灣的問題 在非洲結盟的問題 在中南美洲的問題 在墨西哥現在反美的問題上面 美國希望中國稍微冷靜一點 你不要做大動作 我就拜託你不要做任何大動作 在美國大選之前至少要控管一下 因為現在美國大選看起來 拜登是在通貨膨脹 美國經濟的大衰退 大家講美國經濟大衰退要來了 那在所謂的中東的外交 對 在俄烏戰爭的處理 在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 中東所有的民族團結起來 國家團結起來 對抗以色列跟美國 跟非洲 現在要跟中國站在一起 共同的來開發 對抗美國 對美國來講 美國是現在狀況是最糟的狀況 這個狀況會讓美國國債 債務的問題雪上加霜 美國會不會經濟崩潰 美國會不會外交崩潰 美國會不會美元崩潰 對 都會影響到美國 現在拜登的接棒人 賀錦麗大選會不會成功 我覺得美國在做這件事情 我不認為今天美國跟中國談 有什麼能力 有什麼力量 可以要中國聽他的 反而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中國給美國的訊息 不是外面看的 中國給美國的訊息 絕對很簡單 第一個 我是要公平正義 我是愛好和平 第三個 我是絕對會對抗 對我不公平打壓的這種力量 我覺得所有中國的外交官 跟所有中國現在對外的 這些所有的人員 你看他態度已經很明顯了嘛 我就是有我的自信 你過去對我的那種扭曲抹黑 我過去可以容忍你 你炸我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我都可以容忍你 我死了多少人 我可以容忍你 但是今天我不會容忍你 更重要我要延續第一個話題 邊界的問題 中國人從來對他的領土 有讓過步嗎 沒有的 你看越南 越南挑釁不是 打 印度挑釁打 你那個南海的領土 本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 固有疆域啊 台灣為什麼會有太平島 那就中國固有的疆域 本來就在那嘛 那你菲律賓在鬧什麼 你菲律賓在鬧還不算 你美國人在後面拱火 你拱什麼火啊 你拱火你以為我不會打 我跟你講我跟印度會打 我跟俄國會打 我跟越南會打 我跟你菲律賓不會打 我跟你美國不會打嗎 我告訴各位絕對打 所以現在講的這些都是廢話 我覺得美國現在做的東西 就是子老虎的動作 更笨的是賴清德 跟民進黨 你跟著美國去幹嘛 現在美國已經快沉了 你跟他一起沉啊 美國叫你再去做那個 犧牲者馬前卒 去跟大陸去挑釁 你傻了啊 你傻了啊 我覺得真是夠傻了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犯的 第一個錯誤就是認為說 中國人要保護他自己的領土 跟主權會有所讓步 你認為美國人會幫助你 我告訴各位 今天你去看看全世界的局勢 尤其你看看這次非洲的這幾個國家 通通到大陸去了 他們其中代表講的一段話 我在YouTube上看到 肯亞講的 肯亞總統講的 他說中國大陸到了他的國家 幫他做道路 幫他做基礎建設 買他的產品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產品 可以經由這些基礎建設 可以銷到國外 讓他的國家富強 他中國跟他不會要什麼 美國要的壓力 美國我給你錢 但是你要聽我的話 跟中國脫鉤 或者你要聽我的話 做什麼事情 所有非洲的國家 現在都會承認一個事實 就是中國會是他的朋友 對 那習近平更是這一次把中非的關係 提升到戰略夥伴 戰略夥伴什麼意思 戰略夥伴不是一般的朋友 一般的盟友的關係 他是真正的戰略要一起開發 一起團結 一起來成就事業的 更是不要忘記過去白種人 優越的白種人 歐洲人 過去是虐待剝削非洲人民 把非洲人民當做奴隸 所以今天你要看這個時局的轉變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中國人自古以來 傳統的愛好和平 季若扶欽 這個不侵略別的國家 這個做下來到現在為止 是做得成功的 那這個跟美國到處去侵略別的國家 美國成立到現在已經侵略了84個國家了 侵略了84個國家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比較下來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民進黨 真的要行一行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我們下期見